有政府不能是只会推托 应该要做点事 不要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现在呢还有呢 玉琴你会觉得说 现在政府真的有在做事吗 还是都推给我们业者 推给我们里长 尤其什么 台湾猪的标章 大家就说 现在才知道原来没有百分之一百 现在呢还要叫里长呢 要去他们挨家挨户 看你们这个里 哪个摊商啊 有没有在卖猪肉 有没有用台湾猪 还要贴这个标章 好像修查队一样 是啊 那请问里长有这个公信力吗 他能够证明 他是不是台湾猪吗 没有嘛 这个公文就下来了 内政部发函要求全国的里长 协助业者张贴 卫福部的猪肉 产地标示的贴纸 难道要强迫全国的里长 为莱猪政策来背书吗 扯的是这个时间点 立院是24号才通过行政命令的 结果内政部3号 就发函县市政府 代表他知道 我们民进党一党独大嘛 这一定过的嘛 那我3号就发给你啦 因为24号通过 那又怎么样 他一定会通过 是12月3号 要叫里长来协助 来发送相关的贴纸 厂商不配合该怎么办 标示不实又谁要来负责 叶远之 你怎么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说这个是里长传给我的 也有收到 是里长跟我讲 他大概就是有贴纸 然后上面是写说 请里长去协助 不好意思 来给他拍一下 大概是这样 跑掉了 没关系我用讲的 就是类似跟我们这收到是一样的 他上面是写说 本店租的来源哪里的一个空格 然后就请里长拿这个贴纸去问 你这家店的租是哪里啊 台湾租啊 还是瑞士租啊 还是西班牙租 还是丹麦租 然后写上去 他其实是叫里长去 用写的啊 对 叫里长去确认 去确认说 你这个租的来源是哪里 就一家一家去问 那为什么他会叫里长 做这件事情呢 最主要是因为 他现在 大家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 他能够标来际嘛 可是他死不标嘛 对啊 他死不标 所以说必须 所以他要求他 他说把那租的来源讲清楚 对不对 如果你是美国租 还是哪里租 你跟我讲清楚 所以租的标 那种重要性是因为 他死不标来际 其实他标来际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他不标 所以就变成店家很麻烦 要去贴那个标章 对 可是问题是呢 他要做业绩啊 可不可以想想看 1月1号开始哦 如果我们走到街上 我们到一些猪肉的店里面 发现他都没有贴来源 那是不是代表说 卫福部自己打自己脸 他告诉你说 我们会做好标章 我们会证明给你看 这个猪肉是哪里 结果我们去看 发现都没有 都没有 那不是 他不就是失职了吗 所以现在在冲业绩啊 所以然后赶快发文给里长啊 你看我们是24号行政命 才过嘛 3号行政院的公文就发出来了 7号我刚刚看 我们新北市政府 是7号发给区公所 区公所在转支里长 里长你赶快去给我贴啊 不然的话我们会没业绩啊 你赶快去贴啊 那我刚刚问了 大概三四个里长 我都说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困扰 我问了三个里面有两个说 我不记得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说 我有想起来啦 卫福部好像有这个文啊 但是我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没理他 所以他这次用很服励的方式 在发这个东西 然后前一段时间 不是也有传出来 就是说有市场对不对 拿那个卫福部的贴纸在随便发 有人就拿了三张 然后贴了两张之后呢 还不知道这张拿去哪里放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嘛 所以浮烂到说 现在的虾皮 我们昨天又讨论嘛 虾皮也有买得到 100块嘛 卫福部的嘛 那农委会就会说 那个是因为那是卫福部 卫福部的贴纸是自己下载的 他不需要申请 他可以直接下载 他想结果现在连农委会中央续产会 有防伪标章的贴纸 在虾皮都买得到 都买得到 那东西力在哪里 东西力在哪里 然后你知道为农委会多少笑吗 农委会说我要告 好那我想说你要告应该是说 有什么比较厉害的法律要告嘛 不是哦 你知道他告什么吗 告什么 请办智慧财产权 我们这个商标 我是自己设计的 我们有智慧财产权 还有得奖 还有发奖金的 你怎么可以把我这个智慧财产权的 标章拿去卖 你是因为我的商标 我看来我是笑死的 但有说你当初在发这个标章的时候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 可能那个标章被滥用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有人滥用 有人明明不是台湾租 结果你说是台湾租 你有什么罚则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叫什么 我昨天想了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阿里巴巴跟四十大道的故事 就是阿里那个大道要去抓人 结果比如说四十个村民 他要抓二十个人 然后前一天晚上去探刊 就在二十个人的门口 不是画了记号吗 结果被村民发现 怎么办 好 想一个方法 我们在全村的门上都画记号 变成那个大道去了之后发现 昨天做的记号是哪里 不知道人在哪 我们现在标章就变成一个记号 你知道吗 本来标章的目的是要区分 他的那个产地 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有莱克多巴胺 但现在变成说 那个标章一分辨不出来 他到底能 那个产地到底是哪里 大家对于这个标章 已经完全失去公信力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地方开始自保 像台中市政府 他自己就推了一个 就是金标章 他叫做租产品无瘦肉精金标章 那这个标章的确是要申请的 的确要申请 然后经过二十一种瘦肉精检验 他才会发给你 所以这个感觉很严格 很严格的 比较有可信度的感觉 那我宁愿要看这一个标章 所以他完全打脸中央 你们资源那么多 结果你不如一个台中市政府 做得还不宁好 你台中市民现在看到 农委会跟卫福部的标章 根本就不会相信 因为乱七八糟太腐烂了 但是看到台中市的 他就觉得很放心 那我这边我也发一个标章了 我觉得有一个标章可能比 有一个标章可能比 农委会和卫福部的标章 还要有公信力 就是这个佩佩珠标章 佩佩珠标章 佩佩珠标章是来自于哪里 你知道吗 英国 来自于英国 欧盟是不进口莱克多巴胺的 的猪肉的 所以在英国出口的猪肉 一定就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 这个标章 绝对比卫福部跟农委会的 还要容易辨识 那佩佩珠有一首歌嘛 大家应该会唱吧 可爱的佩佩 大家的好朋友 可爱的佩佩 有个弟弟乔子 一起搬莱猪 你也不吃 我也不吃 佩佩珠标章 希望农委会可以来采用 刚才他说佩佩珠是来自于英国 所以没有莱季 那我就想到 大家有变种病毒 更惨 不惜 那佩佩珠一月底之前 都不可以拿出来 那按照这个逻辑 芝麻接来自美国的 那那个什么 朱小姐 他就不能 他是代表有莱季的 对啊 他会抗议 他会抗议 真的 真的太夸张了 就是 现在呢 让我回过神了 就被议员这样一闹 对 原生你真的很贵耶 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有道理 有啊 有道理 有道理 至少这个还是英国认证的 有没有 英国的 欧宏是没有莱季的 对 只是没莱季的 对 可是你知道吗 里长 我觉得其实他们也真的蛮委屈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里长 他们自己都什么 他们也犯莱猪啊 是 他们也很怕自己的里民 会吃到含莱季的猪肉 不是吗 结果现在 还得要什么 奉命 因为内政部一纸公文来了 我怎么办呢 我只好奉命 然后去执行该做的事 这被逼的嘛 但是问题是 叫人家贴个贴纸又怎样 请问又怎样 那个贴纸你觉得有公信力吗 他真的能够罚吗 好像说有人说 没有办法罚耶 就算你这个 你说我国产株 你不是用国产株 或者是你用部分的国产株 那又怎样 其实就顶多怎么样 我们本来以为说什么罚 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其中说的 可以罚到四百万元的罚环啊 对 哇好厉害哦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大家都会吓到 然后就乖乖的就怎么 照实以报 可是问题是 不是这样啊 卫福部你看标示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了 不要看那个佩佩猪了 我们来看一下 卫福部标示是长这样 然后那个农委会的标章是长这样 可是这个真的有人说了 这是中央的续产会的执行长说的 他说台湾朱标章只是个计划 目前没有法源依据 大家看到了吗 没有法源依据耶 所以要怎么罚呢 所以业者如果违规的话 那你就把它拿掉 业者就拿掉 然后好像也不会怎样 更不会有所谓的四百万元罚环了吗 那就他打脸的成长 曾经中气势淡淡说 你标示不实最高罚四百万元 好像怎样很有价值 结果马上就跳出来说 没有啦 这个只是没有法源的依据 没有办法罚嘛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那就算看到那个又怎样 又怎样 你会相信吗 你会相信吗 来 蓝老师 这个民进党第二次执政了 还是不会执政 还是不会当家 而且当的一塌糊涂 他只会选举 只会操纵民粹 然后其他的都不会 你看看 中央一级防疫中心成立了 那如果说今天在地方 假设了 今天在新北市 有人感染了 那这个是新北市市长的责任 还是卫福部的责任 当然是中央的责任 因为一级中心开设了 一级中心开设了以后 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有发生感染 都是中央一级防疫中心的全责 也就是他的责任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一旦有问题 城市中闷 他们就往下推 一旦有功劳 就往身上拦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 长期的一个做法 所以不会执政 已经给他一次机会八年了 不会执政 现在第二次 已经过了四年多了 还是不会执政 所以在防疫这个部分 一塌糊涂 标章这个更严重了 标章这个问题来了 第一个 没有任何法源依据 你的标章 没有任何约束力 没有约束力 我可贴 我可不贴 那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怎么叫里长去执行 里长可执行 也可不执行 问题是业者可配合 也可不配合 你里长 假设我今天是开猪肉店的 你今天里长要来我这边检查 或是我开那个便当店的 你说我的猪肉 一定要用国产猪 你要贴标章 我又没有买 我自己又没有养猪 那我买猪肉进来 我怎么去检验 那你要贴 你就给我贴 我也自己不贴 你自己来给我贴 可不可以 也就是说你要贴 你来贴 但是我自己可贴 我也可不贴 你要你来贴 你也可以不贴 然后你只能协助 只能劝导 然后呢 买消费者 看到那个标章 有效还是无效 他也没把握 那他看了有用 还是没有用 他也不知道 可是现在又提升到 中央有个标章 卫福部有个标章 农委会有个标章 然后中央都有标章 但是那个标章 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任何法源依据 没有任何规则 那就只好用月圆支的配配猪 然后又是英国猪 英国猪又没有用 因为英国猪 台湾又没有进口 或者是不太 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口 要问我们的农委会 有没有进口英国猪 但是英国猪 我也不知道 它有没有什么特色 那问题就来了 一个农委会 一个卫福部 一个内政部 一个行政院 搞得全台湾乱离套糊涂 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 里长不知道该怎么办 业者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可怜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根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子被 一天一天被这个党糟蹋 这个党真是太厉害了 我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大的 我还没有看过一个 不会执政的党到这个程度 在全世界 你很难找到一个 无能力去执政的党到这个程度 而且还可以两次当选 不简单 不是 对不起 四次 陈水扁当选一次再两次 小英当选一次三次 现在又一次四次 一个党可以当选四次 但是毫无执政能力 佩服 佩服 我真的很佩服 我们2300万的人民 我们会选出这个党来 了不起 谢谢大家